變成人為的單一的作物的種植園 那這個可能就是熱帶有人消失的最大的一個兇手 這個現象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知道 那可能是現在可能是棕櫚油的出產物 他們種植油棕櫚 現在是造成印尼跟馬來西亞 熱帶有人消失最大的一個原因 棕櫚油會用在哪裡 各位朋友們有沒有想到 我們平常喝咖啡用的奶精 就是棕櫚油提煉的 它雖然是白的 可是它不是牛奶 它是棕櫚油提煉的 不飽和脂肪的一種油脂 是 是 是 它只是拿來潤滑 就是柔潤口感的 是 是 那咖啡本身 它也是荷蘭殖民政府 開始在印尼推的 是 當初它也是砍發了很多的雨林 開始種著咖啡 就是它先把原來的這些樹木砍掉 控出來這個空地 重新來種咖啡 是 是 是 那 但是我們不能怪罪 現在在印尼這塊土地上 生活的那些農民 是 因為當初這樣的一個結果 並不是他們造成的 沒錯 沒錯 而且他們普遍來說 這個世界上種咖啡的咖啡農 或是像種可可的這些農夫 他們是喝不起 他們自己種植的咖啡跟可可 我瞭解 就等一下是第三世界 有些非洲國家 帶不起自己挖出來的鑽石 是一樣的 是 是 是 然後也是一場這種農作物的血淚史 沒有錯 都是血咖啡啊 是 是 是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們經過了很多的剝削 是 是 他們只是負責種植 然後得到非常少的酬勞 是 是 那我當初想做這件事 也是希望說 是不是台灣這樣的一個社會 能可以有人開始去嘗試 我們到印尼的第一線的咖啡的種植的區域 進入這個農村 然後跟當地的農民建立關係 然後我們用比較好的價格 跟他們購買咖啡 那同時也做一些公共的這個回饋的計劃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語音 咖啡開始的時候希望做的事情 我了解 但是這個 但是我現在目前聽到的 就是比較是在公平貿易這件事情上面 我直接從產地來 然後我給你比較好的價錢 而不是經過剝削的 它該有的價錢 是 那第一個 你當然財力花的很多 可是我現在聽到公平交易 我還是不太了解 咖啡 咖啡跟舊的語靈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種咖啡 還是得要遞啊 是不是 是 其實我們為什麼叫語靈咖啡 是希望說 就像我們這個咖啡的碼袋上面 所寫的這兩個 就是 第一個是公平貿易 第一個是 這個語靈環境的關懷 我希望我們這個咖啡是 開始去開拓 台灣跟熱帶語音之間的 這個 橋樑 關係的一個橋樑 那說到要舊語靈 其實這個太沉重 也太龐大 這絕對不是我們這個咖啡 現在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嘗試去建立台灣跟蘇門大大當地的一個關係 所以在去年就是2008年的那個年度裡面 我們所計劃的是資助整個蘇門大大最好的大學 就是蘇北大學 它的生物系 這個獎學金 就是這獎金是用來給學生做畢業論文的田野 以及教授他們的研究的這個經費 那這些研究的這個內容呢 都是有關於熱帶語音的基礎研究 我了解了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要去講一個議題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減緩暖化 或者是說像剛剛你講太沉重的議題就是說 我們拯救語靈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就是說 我到那邊去重新種樹 或者是說我藉由種咖啡讓你們不要 讓你們比較這個就是專心種咖啡不要砍樹 它其實這個收益當中的回饋 它無形當中在他們人文的這個訓練上面 讓他們自己意識到國家以臨對世界的重要 成為一個世界公民該負的責任 他們會在自己的國家裡面去做研究 去訂定法令 我們用這樣周邊的關懷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自理自強 應該是這樣 完全對錯 經過層層關卡 這承載著夢想的豆子 終於貨運到了東市 而卸下的豆子 只能暫時堆放在家中的一樓 足足三噸的咖啡豆 子育靠自己的力量 分次地扛著這幾十公斤的咖啡豆 送到二樓的倉庫 我們這個咖啡的過程一開始 算是一個冒險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同路 也就是說 我不確定到底有沒有人跟我們買豆子 那當時我就很大膽地 把豆子從裡面買回來 那買回來 我自己把它搬上來的時候 第一包豆子下肩的時候 我心裡面當然是有點沉重 因為我當時在想 如果我有一天可以把這第一包豆子 再搬去烘焙場烘焙 那代表著我們可能初步算是 有一個小小的層次 那如果我們搬不到那一包豆子的話 那表示我們一整個夢想 可能就沒有辦法實現 那 所以當時的心情還是很複雜 回想同一年的辛苦 一切從零開始 從來不做生意的紫玉 要學會和人接洽 要會記帳 還要懂得怎麼賣 接到客戶的訂單 就是給紫玉最大的鼓勵 每當有訂單要送烘焙場 烘焙師張宏國就會一一教他 有關咖啡相關的問題 其實一開始我並不曉得 他的理念是什麼 因為他一開始是說 他拿那個咖啡豆過來說 我這個咖啡豆請你烘焙看看 他大概適合怎麼樣的做法 一開始也沒有跟我講說 他的理念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後來慢慢他拿過來說 我會覺得奇怪 他這個雨淋咖啡 因為這種東西來講 一般會比較少人這樣子 用雨淋咖啡這個品項在做 慢慢慢慢才在跟他聊 他才告訴我說 他大概的做法是怎麼樣 我們才會慢慢說 他曼特林的咖啡豆 從那邊過來之後 有一些東西的專業的東西 我會跟他講 比如說你的挑選的東西 有稱之不齊 或是說你的品質 應該再怎麼改善一下 讓你的極速提升 讓你可以獲取更多的利益 咖啡的口味也會更好 因為它本身你雜豆太多的話 它會造成你口味上的雜 會有其他的雜味啦 它可以改進 它也是有說 因為它才剛剛踏入而已 所以說它也不太懂這些 這些東西你在下次做的時候 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這次就做得不錯 所以你熱水下去的時候 它整個粉 它會不斷地膨脹 一旦投入就要做到最好 從前不懂得喝咖啡的吳子玉 現在談起咖啡來是頭頭是道 這艱辛的學習過程 其中的酸甜甘苦 就像這一泡咖啡 苦澀入了口 在口腔裡打轉了幾回 甘甜就自然則從喉堅慢慢地出現 你的這個原來的學歷 是很多人都嚮往的 台大法律系